首先,将核氏固产生的核污染水向大海排放 这种做法没有先例 日方说各国的核电站都在排放 但是大家排放的是正常的冷却水 不是土氏国的荣心接触过的污染水 第二,核污染水还有60多种放射性的核素流 目前很多都没有有效的处理技术 日方处理系统的有效性和持续性缺乏充分的权威的验证 第三,按照现有的设想排海的过程 要持续30年乃至于更久 对于不确定的因素如此之多 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排放情况 谁来监测?怎么监测? 如何确保监测的核心性? 这些问题都没有切实的阶段 我们的要求很简单 就是日方叫停排海计划 同国际社会认真地欣赏 共同探讨科学、安全、透明 为各方所认可的处理方式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